1981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了这部名为《全师》的纪录片 这部纪录片反映了当时邵北拳硬功夫、擒拿、摔伐等绝技 当时,这部纪录片在全国的各大影院上映 引发了一股习练邵北拳的热潮 攀打碰撞一七七拐 这些又以强化内装 在人体事机中 这时,仅张如时,亲手传授的弟子就已经达到三千多人 他们当中的一些骨干分子也成为今天邵北拳传播的主力 说道德,增强人民体制,张老师也付出了心动 张老师教我们这个烧尾武术啊 在我们那个进入当中,特别是主张进入两侧 也就是进入木位和金位,而不是水位 退,因为退不行,对吧 这两侧,这两侧 这个,这个特点,这是我体会最深的 木位进招,是吧 木位进招的时候,我就往这么撤 针对实战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 邵北拳详细归纳了破解的方法 对方是一个人平权道,我们怎么办 解答这个问题 一帮人平权道,我们怎么办 一个人拿器杰,我们怎么办 一帮人拿器杰,我们怎么办 连武术嘛,就是健身之位啊 是吧 说这样的话呢 我们在健身中学习智慧之术 在学习智慧之术的过程当中,以大健身 是吧 形成这么一个辩证统一的基本关系 随着邵北拳理论的一步步完善 1996年,国家题委武术运动管理中心 正式核准邵北拳为我国的第130个拳种 审核中给委员们留下深刻印象的 出了深奥的理论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其简单实用的技法 很多人都说 教拳不教步,教步打师傅 邵北这不然 俄罗斯教我们强调要练步法 就是说三点步和扣步 是邵北的扣子步法 就是强调最重要的步法 常用步法也叫 又是好比我给你做示范的看看 啥叫三点步 走 三点 三点 就是强调练啥呢 步法要快 步运身形夺地力 腿鞋手臂反人齐 也就是啥呢 就是步运身形 运动敌人难受的位置 邵北拳 以其独特的魅力 吸引着热爱武术文化的人们 如今 全世界有超过十万人 练习邵北拳 作为一种地道的东北拳 邵北拳也在被更多的人所认知 中华武学博大精深为世界所传扬 而邵北拳作为后起之秀 在众多的武术门牌当中脱颖而出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近几年来 在各种武术比赛当中 邵北武术传人 共获得了四十五枚金牌 成绩可为娇人 目前邵北武术传扬的接力棒 正从张荣时老人的手中向后传递 作为中国武术大家庭中的一员 他也正逐步地走向世界 相信他的明天一定会更加辉煌 好 感谢收看今天的精彩辽宁 稍后请继续关注辽宁电视台 卫星频道播出的黄金剧场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